我们掌握情况的进一步的核实和确认 所以能够保证你们的调查是准确客观和可靠的 我们认为我们掌握的情况是真实准确的站得住脚的 好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调查的这些涨价的景区 在采访的过程中他们有没有说到 涨价收来的这些费用都做什么用了 是这样 这些景区像我们记者表示的一些涨价理由 大多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弥补保护资金缺口 第二是偿还建设债务 第三是控制游客的流量 可以说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些理由也并非完全站得住脚 我们也得到了一些景区的一些财务收支状况 里面反映的情况主要是说景区收入还是过度依赖的是门票收入 第二就是失业性支出在这里站到了一大头 有的达到40%左右 第三个是真正用到资源保护的开支是十分有限的 像有些著名景区的日常资源保护支出只占到门票收入的10%左右 可以说一些景点打着保护景区的景区资源的旗号进行门票涨价的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好的 非常感谢陈方你的调查和报道 好 王教授刚才陈方也是简短的总结了一下他们调查的上涨价钱的理由无非就是三个 一个是保护 再一个是管理 再一个是运营 还有一个当然说是控制流量 您觉得如果从这些角度出发的话这个涨价的理由站不站得住脚 这些与其说是理由不如说是借口 因为刚才新华社记者陈方他提供的一些数据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比如说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数据像黄山分景区 那么真正他的收益用于所谓的景区维护管理等等这方面 其实只占到十分之一 刚才新华社记者也提到像石灵在过去三年中他的收益超过了九亿 但是只有百分之七甚至不到十分之一来用于景区的管理和维护 所以这是一个我说它更多是一个借口 在这个借口的背后涨价的程度只有一个 就是一些地方政府靠山吃山 然后要用这样一些属于全民的资源来牟利 甚至是捏毒性的牟利 王教授您怎么看刚才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 就是在采访陈方之前我们说到国家发改委 还有相关这个执政部门的表态 就是说这个价格呢 尤其是我们再来看一下 8月19号经济参考报 这位发改委的负责人的另外一句表述 他说目前尚未发现涨价超出政策的合理范围 但是新华社记者就能够调查出 刚才我们特地问了一下 他能够通过他的调查 他认为是客观的 是站得住脚的 这怎么看这么大的矛盾 这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就觉得就是 你是不是真正的想去做这样一个信息的收集 因为新华社记者他们刚才也说了 他们的收集其实也不是轻易的能够凭自己的想象去 两个月的时间 他用了很长的时间 他投入了很多的精力 他会去接触那些原生态的信息 比如说他去要找管委会 他要拿到价格的期吻 他也通过旅行社来旁证 所以这些信息是可以获得的 我想发给我们如果真正的要起到价格监管和规范方面的这种职能的话 那么首先第一位就是要获得全面的准确的信息 如果这种全面准确信息都获得不了 那尽管